他是台北市知名的飯店的小開 他在三十幾年前 他們的那個飯店就很有名 那他們的飯店以前就有 Piano Bar 然後也有跳舞的地方 然後就是很多以前年輕人 喜歡去的地方 後來他改建之後 花了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變成現在就是很多 像王菲啊或是有家人 他們來台灣都會去那邊喝下午茶 然後下午茶的金額就是 可能喝個下午茶兩三千三四千塊 就是非常高檔的 然後因為這個飯店小開 他的外型呢 就是溫文如雅 然後就是常常喝個咖啡啊 喝點小酒 然後戴一個眼鏡 然後他就是很斯文 他很喜歡追就是酒店裡面 前三名的紅牌小姐 而且是沒有在做 就是陪客人去 那點點點的那種女生 他特愛追 然後但是他都會用 我想把你當女朋友 為一個糖衣 所以他都會訂做幾個 鑽戒 然後就會在酒店裡面就會 送就給他看說 你喜歡哪一個 然後你的紙圍是多少 下次我就照這個星 做一個鑽戒送給你幾顆啦 然後另外再給你現金 大概一二十 然後最多他有一個晚上花過二三十萬 但是不會超過這個 range 但是他的最愛最愛最愛的事情 他是喜歡青春漂亮皮膚白的女生 那個子不用太高 那胸部大小他也不是很在意 但是他是在意氣質跟談吐的一個一個 一個 gentleman 的一個男生 但是他是外表就是看起來好像 是一個很溫文如雅的那個雅士雅皮 但是到了晚上就變輕鬆 有一次有一個女生被他紅了嘛 就想說好 當他女朋友看看好了 然後結果他就說 那就是要先在一起看看才知道我們合不合 他一去的時候 他就把保險套全部都 塞在那個飯店桌上 這樣看起來至少一二十個保險套 他就說你怎麼戴那麼多保險套呢 他說你不知道嗎 這這樣比較安全啊 可是他說我們一個晚上 應該用一個到兩個差不多吧 他就說沒有啊 因為我喜歡就是 坐坐挺挺 然後休息一下愛服愛服 然後再繼續做 所以那個女生 他本來也是覺得他蠻帥的 小開也追了他一陣子 然後他就想說好吧 跟他就試試看 當然女朋友看看 結果那個晚上那女生就被操了半死 就從晚上大概一兩點開始 一直到早上那個天都亮了 窗戶打開窗簾打開都是陽光射進來 然後他也是就是站不停些 就是他會就是一直想要玩夠本這樣子 然後就會一直一直換套子一直換套子 然後每次就會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然後但是他還蠻愛乾淨 就是換套子玩他會去沖洗玩 然後再愛服愛服 然後然後再換套子 就是他會把冷氣開很強 因為他太動嘛 然後變成是說女生都一直就是裸體 就是都沒有辦法 就是蓋貝貝 然後就一直被他這樣亂玩 就是他也不敢講 因為他沒有在做這種事情的 他不敢回公司說 然後他只能跟他的姊妹濤講 那姊妹濤有的就是也有被他靈性過的 然後就會也會講說蛤 對啊他就是這樣啊 他也有送我鑽戒 但是你走那麼好 你這次拿到20萬 上次他只有給我七萬多塊 他說他要留一些錢 等一下要請朋友吃飯 他說那七萬多塊再加那個鑽戒 我看去當鋪當 大概也是幾萬塊不會很值錢 他說那這樣一個晚上這樣一二十次好累喔 就是說都不能睡覺 然後但是他就是很喜歡這樣子 但是他用過的女生他都不會再重複使用 他就是用完之後他就用同樣一套手法再去跟別女生這樣交戰 他是最特別的一個人 就是一個晚上一定要用一二十個保險套他才過癮 他的時間就是大概有十幾分鐘 然後size是正常的 沒有特別大也沒特別小 然後出戲就是正常 對對對 然後就是沒有特別粗或是特別細 然後大概就是有時候七八分鐘有時候十幾分鐘 但是不是說特猛的 但是就是他很喜歡一個晚上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這樣子 對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